但是呢 如果弃者是寻找过世的外道 或者想求得金卷出售 或者只是想自己秘藏 因为都不是需求殊胜的智慧 所以不应该施给他 就是对方也是不施需求智慧的 那所以不应该施施 虽然你欠他 你也不施给他 虽然你就说你自己很舍不得 但是看了这样的人来了 你也不能施给他 不施给他 舍不得就舍不得 因为对方不是真正的 如果你观察到这个书 对他非常有用 那你千万都要舍给他 你不舍给他 你就是忌妒 你怕他学到了 明明他就是很适合他学 对方最需要 甚至在找这个书 或者需要这个书 要学习 那你不给他 那你就是等于是令法了 那就是令法了 不愿意说法不死了 基本上财不死 法不死都不愿意做 那就是罪过最大的 这样的人以后就麻烦了 求你以后就得不到法 又不到师父 既令法又令财 财法两令 你看你这不是倒霉 这么好的机会 你都不做 就是说众生最需要的时候 你不死的时候 你的功德就最大 你不死出去的时候 虽然你的发心 是同样的发心 但是对方的需要的 这个急需的程度 越大 那么你不死出去的功德 就越大 对方越急需 那么你不死的功德 就越大 这是肯定的 那